沒有 我覺得氣球演說已經變成 氣球的世界已經變成 中美之間這個鬥爭的這個關鍵了 那你拜登先前沒有 國情報告的時候 資文 國情資文的時候 氣球這兩個字也沒有講到啊 可是你現在已經變成說要去演說了 去補負網了 對 那你顯然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這個 第一個 美國覺得說他這個 氣球內部的這個裝置 他已經挖到一些部分了 就是證明真的有什麼偵察 然後呢 中國就不服輸 中國說以美國的氣球 有飛到我的新疆跟西藏啊 那你也是 對 然後就說 我要對你打 你飛來 我要打你啊 沒有錯 然後就越演越烈說 哪裡也飄中國的氣球 飄到五湖四海 全世界都是中國的氣球嘛 那所以說 其實然後還有這個 荷蘭的一家這個ESMO 就是大家很有名的 這個光刻生產機 他是頂端的 頂端的晶片 這個晶片體 然後他也說 中國這個偷一個前中國雇員的 偷取他們公司的這個竊案 而且這個竊案已經發生了兩三次 所以他要跟美國日本 就三個國家一起抵制 這個所謂晶片 高級晶片輸入中國嘛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就是因為那顆氣球所引起來的這個中美 中美之間的這個戰爭 已經從這個氣球到這個晶片 全面開戰了 只差沒有真實的這個戰火而已 所以說現在呢 而且是現在選舉也要快到了 誰都不能輸 由於是在黨內 黨內這個所謂的拜登 拜登對於這個麥卡錫 這個來勢洶洶嘛 然後一直在還在這個檢討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軟弱 還在檢討美國政府非常軟弱 所以我覺得拜登也是要為了要因應這個東西 而且拜登也想要連任了 雖然之前說他年紀大了 可是他現在覺得他自己年紀不大 他也要連任了 所以他對於這個氣球恐怕也要有一番的作為 然後你演說裡面會不會透露更多 這顆氣球的內部的裝置或怎麼樣 然後引起中國更多的反彈 然後中國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所謂的測量的這個儀器 沒有降低以前 我覺得我們的高空通滿 一定是飄滿了各國的氣球 那只是突然現在這個把偵測的 這個高度降低之後 全部的氣球都被線形了 那就變成全部的這個戰爭 就變成氣球戰 所以說我覺得這件事情會引發的 這個中美的政治的緊張 跟全球在反中的這個政治的緊張 會更加的劇烈 我覺得中國在因應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是這北京 你這樣子反咬 到底是不是 我當然要反咬 你反咬 可是我不反咬 我不能 我對國內沒有辦法交代啊 然後搞不好我就打他們講山東 他就把他打下來 就我好歹要告訴你說 不是只有我們 我告訴你 這些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業障 可是我都沒有過去 他你有過來 我要把他打下來 可是你要很量你的技術啊 如果你的技術打不下來 打不下來 然後你你你你這個事情之後 加拿大本來不打的 後來加拿大不是 禮拜二 禮拜一 就叫這個美國去幫他打了 就那幾天連續打了四顆嘛 然後現在北京 你的氣球的技術 到底可不可以超越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奇怪 因為你氣球本來就是要這個飄到一定的高度才對 那你怎麼會全部 這個禮拜從那一次開始 全部全球氣球都飄低了 很奇怪 所以就故意再引起禍端嗎 那你北京 北京也很奇怪 北京你應該好好的 就是說這個好好的處理 冷處理 他本來是要冷處理 但是你引起全球的反彈 然後你又要去跟俄羅斯 好了跟俄羅斯也吵上架了 我就不曉得你中國到底要是要去幹嘛 謝師 剛才中國他現在說 那你美國的也飄到我中國 就像夏畢律師你講的 那你中國就把他打下來 因為中國一開始根本就是耍音 你打下來 生要見人 死要見屍 你又提出來 美國把你的打下來 美國有撈貨那些東西 再來可能他們美國就要公佈了 我覺得中國根本一開始 就是要耍音的啦 其實芝加哥公約很清楚 這是國際的民用航空公約 中共也加入連署 他也知道全世界一百五十個國家 都共同承認這個芝加哥公約 就是說每一個國家都擁有 他上空空域的完全的主權跟控制權 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要進入人家國家的上空空域 都必須先告知 而且獲得同意 那這個氣球 不管你是氣象的或間諜的 你就是飛行器的一種 你就要接受芝加哥公約的約束 這樣才對 那即便你說他飄失了 他走散了 那你也必須告知 通報一下 你說你走錯路線了 你也要通報 美國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被打下來剛好而已 而且剛剛敏鳳講的 最近這一兩個月來才發現說 他不是去美國而已 他北美洲 南美洲 各個地方都去 而且都把高度降下來 可見他本來在平流前之上 他本來還偷偷摸摸的弄 現在他故意下來 他就等於要跟全世界告知 尤其要跟全世界說 你看我就是挑戰美國 美國過去你多強 你科技多強 現在我中國超越你的 我就是要這麼做 好啦 你中共你敢這麼做的話 你被打下來了 那你總得要有個交代 習近平一開始是試完 他簽署的 他承認了這樣子 有這件事 等於認錯了 可是之後他反而轉軟為硬 那這樣這個做法 讓人家不得不 因為拜登已經一開始 用平和的方式處理 你現在這樣的話 調明的就是 現在就是就我們講的 我們臺灣一定要跟美日共同陣線 就是說對中共的這三大原則 可以交流的時候交流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像現在必須對抗的時候 那就對抗